今天我們要在這邊分享天父上帝的愛 八月份有一個很重要的節日是什麼節 八八節 八八節對每一個父親來說都很重要 所以回去記得跟你的爸爸說我愛你 因為父親的角色 除了讓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我的認知以外 其實他在我們的成長裡面 給我們一個很大的協助跟一個很大的幫助 不過有一個調查 他說七成的父親都不快樂 第一個是什麼 因為經濟的關係 第二個是因為家庭生活的關係 但是親愛的爸爸們 一定要知道除了天父上帝以外 沒有一對完全的父親 再來他第二點寫什麼 遵守聖經的教訓成為一個好的父親 第三個是什麼 我們不單是只有自己做父親而已 感覺全世界的男生好像都沒有辦法 彼此溝通講心理的內心話有沒有 有些東西就是不太好意思 就算再整個好的朋友感覺也不太好意思 跟他講 跟誰講 跟我們的天父上比講 再來 跟你一個樹林跟我伴 所以記得我們前幾週都在講 你要有一個樹林的好朋友 那個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每一個人 都不是一個完全的爸爸 我們都在彼此學習 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談的是一個完全的愛 我們除了地上有一個爸爸 我們天上也有一個爸爸 好 好 如果 我邀請你現在讚美你旁邊的人一下 OK 可以給你旁邊的人稍微讚美一下 你是最棒的 好 那 那 請你跟阿佛再說 你一個優點 你的優點 我很會煮菜啊 或者是我很會什麼啊 或者是我怎樣 好 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神的愛裡面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最棒的 但是當我們要跟別人肯定的時候 有時候是蠻容易的 譬如你是最棒的 但是當我告訴你們說 麻煩你跟旁邊的人說一個優點的時候 你忽然倒吸一口氣 啊 完蛋了我要怎麼介紹我自己 有沒有 因為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形象 我們會覺得 啊 我好像沒有就滿好 或者是你會覺得 欸我這樣跟他介紹 符合我自己嗎 或者是 哎呦啊 那就不好意思 所以不要叫我 為什麼 因為這個世界裡面教導我們 好像 我們就是 沒有這麼棒 我們都失去 一個神起初創造我們 你在媽媽肚子裡的時候 神就看你為寶貝欸 你還沒有出生的時候 就已經寫在祂的生命車上 神看你 是這麼的寶貝 可是因為這個世界 這個很多因素 讓我們 看清了自己 我們完全忘記我們自己 是一個屬生的孩子 我們身上有很多很美好的東西 這個人呢 是老虎武姿 他爸爸以前都怎麼叫他 都叫他 都叫他 所以呢 他就在他的生命裡面 他知道 喔 我是一個被肯定的人 心理學家說 當一個孩子 在從小養成的過程中 爸爸媽媽所說的每一句話 都會影響他 所以他知道他自己是一個 很有自信的人 當他在比賽起來的時候 他就很快樂 第二個 為什麼我們會 時常的 覺得自己好像沒有自信 因為這個世界教我們的 男生呢 最好就要把我們很強重 所以幼稚園就開始 在冰天雪地裡面跑步 有沒有之前有那個虎伴 中國喔 就是小孩子在冰天雪地裡面 脫光光 像他的孩子在那邊跑步 再來 這是男生喔 一定要很強壯 女生呢 啊 姐姐 要溫倒一點喔 不然呢 你就不會被看回是美女 人家就會說 喔 你好粗魯喔 有沒有 所以這個世界上 這個社會 這個家庭 帶給我們的好像都是一種 我好像沒有這樣 沒有這樣 沒有這樣 那是神說 我看你是最為寶貝 神是一個無條件 愛我們每一個人 只要我們願意來到他身邊 今天就算你學歷再怎麼高 你能過得很快樂嗎 不一定 有兩個博士 博士生喔 在跟我講話的時候 哭得稀哩哇啦 哭得跟什麼 一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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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 所有的位置都被他用光了 還來不及 他為什麼 因為他在他的生命裡面 他覺得他好苦 他覺得他沒有辦法領受 那一個完全的愛 所以在天父的上帝的家裡面 你有領受感受到神對你的愛嗎 如果沒有盼望你在這個爸爸節 除了跟你的爸爸一起相處以外 跟你的天父上帝一樣 建立一個好的關係 有一個東方人呢 他非常的愛 不高 那又長的黑黑的 看起來就是不順眼的樣子 那他去到西方的世界去當 他是一個很成功的學者 那他到西方的時候 也是跟很多很成功的人在一起 他那時候去的時候 人家看哪裡都 就是都要有一點眼睛往下看 那所以當人家訪問他的時候 就問他說 欸 命長那麼矮啊 那你在跟人家對話的時候 你會不會就覺得有點自卑 或者是覺得啊我好像不如人 這個人說什麼 不高的這個學者說 不會啊 我覺得喔 我是在一大堆銅幣裡面的什麼 小金幣欸 他怎麼看他 他是讓他自己在那一群的裡面 他還是有特色 他還是有價值 所以今天 誰是最有價值的 你敢有敢舉手嗎 他問我們每一個人 你都敢舉手說 我是最有價值的 因為人在拜裡面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有價值 再來 為什麼我們會對自己非常沒有自信 就是我們對一個爸爸的觀點 有一個錯誤的認識 導致我們也透過這樣去認識我們上 給你們看一個 看一下你們家有沒有電視 我看台視 好來 這是什麼廣告 你們應該猜得到 幫我關掉 這是什麼廣告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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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廣告 砰砰砰砰的廣告裡面他怎樣 他一個男生去運動 泡泡泡泡泡泡 跑到全身都給他 很帥氣的樣子 然後在那個很帥氣的那個水泥 就這樣洗澡 告訴你說 如果你是男人 你就應該怎麼帥氣 好 這是一個廣告 第二個廣告呢 也是一個男生在洗頭 洗完頭之後 然後去照鏡子的時候 然後就發現啊 我頭髮好像要雕光了 怎麼辦 所以呢 內心就開始起了 覺得 怎麼會這樣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這個世界透過很多關係 一直在建議我們男生的形象 你有沒有覺得 但是 不管是你是很帥氣的 或者是你很在乎你的外表 最近有一個新聞 然後有一個小孩 其實最近我發現有 大概一兩個月前 好像也有一件 一個小孩 溫度滿他的爸爸 長期對他的媽媽施暴 就把他媽媽爸爸給 就是殺了 那這個新聞提醒我們 所有的男生的形象在 不管你怎麼保護怎麼保存 在一氣之間全部就破滅了 這個世界教導我們的是 男生好像就應該要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為了維護男生好的形象 他就有爸爸去哪兒 有看過嗎 有 就是爸爸帶著你的小孩 過一整天的生活 這個爸爸可能要帶他的小孩去買菜 可能要帶他的小孩去 就是餵奶啊 或者是帶他的小孩去公園玩 甚至哄他們睡覺 建立了一個很好的男生形象 但是在剛剛的新聞裡面 我們看到男生的形象 是可以用休旅車建立的嗎 有沒有 所有的廣告在主打休旅車開車的時候 都是好的爸爸帶著全家人一起去 是可以用捧捧妹的那個男生的汗水建立的嗎 是可以用爸爸去哪兒那種男生的形象建立的嗎 我相信其實回到神的愛裡面 你會更清楚 上帝給爸爸所有的旨意是什麼 跟你應該怎麼愛你的相提 回到神的愛裡面 你也知道神的愛是遠大過於這些我們所給的 你們看到的這些男生的形象 有一本書喔 他叫做天部的心喔 這本書裡面他提到了 家庭關係不好 導致我們對護神的認識是錯誤的 他說現在很多家庭關係都不健全 所有的爸爸媽媽都在為孩子布置地雷 什麼叫做地雷 可是當你家的花瓶很貴的時候 你就是在為你的孩子布置地雷 因為當你的孩子不小心打破了 你就你是在做什麼 沒有什麼不小心一點 我叫你走的不是不可以靠近這裡嗎 當你的孩子不小心碰觸到你的地雷的時候 或者是媽媽買了不好意思買了一瓶SKII很貴 剛買回來小孩子就不小心耍下去的時候 那這晚餐小孩子都流著眼淚在吃 在我們的家庭裡面 我們為孩子布置了很多地雷 除了這個地雷以外 你覺得你的小孩子你都怎麼擺平 你想那個玩具是不是好我送給你 那你考一百多我就買那個娃娃送給你 你今天考上什麼學校你就可以拿iPhone 你今天大家怎樣就可以怎樣怎樣 我知道這是一個鼓勵 但是有時候根據統計 所有的孩子都覺得你給他的壓力大於你給他的鼓勵 因為你在給他這些壓力的時候 你並沒有告訴他你是因為愛他 所以你要讓他有一個緊守的心 等他知道怎麼做 你給他過公余的物品的時候 你並沒有告訴他你愛他 但是我們的天父不是這樣看我們 他是跟你說你要什麼 你只要來到我這裡 我都可以讓你得到安息 讓你得到那個完全的愛 今天我們就要透過這個故事 來看我們的天父爸爸是怎麼愛我們的 耶穌為什麼要講這個比喻 因為有人跑去跟耶穌說 耶穌你都跟那些不對的人在一起 你都跟那些罪人在一起 你都跟那些人一起吃那個 食酒類跟耶穌雞 你都不是跟正確的人在一起 所以你看這一張照片 如果有年可以看旁邊的電視 照片裡面是誰 唱嘻哈的 然後呢這個看起來可能就是在夜店上班的 或者是呢有普通的工人 耶穌跟誰在一起 跟當時的法律賽的人覺得很棒 我就是正經你們沒有很多的比我熟的人在一起 還是跟那些在當時社會裡面好像過得很辛苦的人在一起 耶穌跟那些有罪的人在一起 耶穌跟那些不被看重的人在一起 他跟這些人在一起的時候 那些法律賽人好討厭耶穌喔 就說你應該指責他們 你為什麼跟他們在一起呢 所以耶穌就說了這三個比喻 說的第一個比喻是什麼 我有九十九隻羊 可是不見了一隻怎麼辦 趕快去把牠找回來 找回來之後呢 我就慶祝走我們一起去吃人令的白桂 再來我有什麼 我的錢不見了 一個婦人的錢不見了怎麼辦 打著電燈拿著手面筒 那個底下啊 看有沒有掉到 沒有找東西找到床底下 應該有 那個東西對你說不重要 重要 一個錢可能是一塊錢不見了 那個婦人就拿著燈找找找找找找到 找到他覺得找到為止 不是覺得喔 是一定找到為止 找到怎麼辦 來我們一起去吃溪體 所有的人當他找到之後 就都大肆慶祝 第三個比喻是什麼 就是我們今天讀的 浪子不見的時候 怎麼樣 辦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把他爸爸的錢一開始說 來你給我分清楚 這些就是我的 我想要你的身份我也不要了 我就是要出去 回來的時候爸爸怎麼樣 沒關係啦回來就好了 又怎麼樣 殺了他們家的牛 把他最好的衣服 全部都拿來給這個小兒子穿起來 今天不管做了什麼錯 只要你願意回到神的面前 神又是一個完全接納 耶穌恐怖嗎 耶穌恐怖恐怖 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有一半 大概八成以上的基督主 覺得耶穌有點恐怖 因為耶穌就是我犯錯了 耶穌好像會很神奇 親愛的弟兄姐妹 耶穌到底恐怖恐怖 從聖經裡面我們可以知道耶穌是一個蠻有效的 我猜應該是跟這一張一樣 為什麼 今天我請你們大家去教朱里兒的時候 你們都怎樣 嗨親愛的小朋友 對不對 你會 親愛的小朋友 你們給我乖一點 不會 但是耶穌怎麼說 小孩子都喜歡來到我 這裡耶 所以耶穌是恐怖的人嗎 我想應該不是 嗨親愛的小朋友 是一個蠻有愛 蠻有憐憫的耶穌 所以在你心中的耶穌是什麼樣的人 應該是一個很好的 不是一個 對你來說 這麼壓榨你 這麼恐怖的人 當你犯錯的時候 來到神的面前 神也是用那個完全的愛 來愛你 有人就說了 基督徒 晚一點受洗好 還早一點受洗好 你覺得呢 青年齁 青年齁 大部分的人都覺得晚一點受洗 為什麼 因為上天堂不如下地獄啊 因為地獄裡面有好多Party啊 我可以好開心啊 對不對 而且地獄裡面我可以為所欲為啊 做什麼都可以啊 但是親愛的 誰可以把Party辦得罪神魂殿倒 你猜看看 其實如果真的可以把Party辦得神魂殿倒的人 應該是鐵圈上帝 因為喜樂是從他所創造的 那個喜樂跟那個快樂 不是整個Party裡面應該要有的吧 所以今天誰可以把Party辦得最棒 是我們的上帝 所以早點受洗好 晚點受洗好 我相信當神的愛領到你的時候 就不要拒絕他了 你就不要拒絕他了 好 今天耶穌說了三個比喻 大兒子把他的錢都花光喔 這是大兒子離家錢的圖片 但是在這三個比喻 不管是一百隻羊 或者是錢的比喻裡面 耶穌都是要告訴我們 那一個完全的愛 一個滿滿的愛在你們的身邊 你猜這個小兒子要回家之前 他有什麼感覺 當他在跟豬一起吃的時候 他有什麼感覺 我好想回去喔 好想我爸的蛋炒飯 好想我爸的什麼什麼什麼 但是他要回去的時候 他要跟他爸爸講話的時候 你猜他不怕 他心裡要開始講台詞啊 就跟你跟你爸爸講話一樣 回去看到我爸 哈你爸爸 如果全世界的爸爸都站在我面前的話 郭姿選誰 我只選你 對不對 再來 這一句話好像太落馬了亂算 下一句 嗨爸爸我回來了 好想你喔 接受嗎各位爸爸 可能好像也接受 但是又不太中意 爸爸我們小時候都一起去那個中山公園 籃球籤啊 你還記不記得 小兒子可能在他的心裡有很多的盤算 所以我回去怎麼跟我的爸爸講 但是最後他選擇一個方式是說什麼 從今以後我不配得做你的兒子 然後我當成一個故宮 小兒子完全的把他自己知道他完全的 所犯的錯 他完全的悔改 各位爸爸 如果你的孩子寫了一封信給你 告訴你 我不配當你的兒子 我想要悔改 你會不會原諒他 會 因為你看見你兒子願意悔改的心喔 所以他爸爸看到他怎麼樣 趕快跑過來抱住他 那當時的男生跑步是很不被重視的喔 因為是被看清的 你有看過你自己的爸爸跑步嗎 老實說我看到這段經文的時候 我去想一下 欸我很少看到我爸跑步耶 特別是他大概現在五十歲過後 我更少看過他跑步了 小時候他跑可能我都忘了 到我有想法的時候 我很少看到他跑步喔 那什麼時候可以看到爸爸瘋狂的樣子 小孩在比賽看球賽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你爸爸 哇有沒有 我相信你的先生如果很愛看NB 或者是很愛看棒球 或者是你帶他去為你的孩子加油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一個瘋狂的爸爸 那是一個完全的愛 天目對我們的愛也是一樣 跑過來不管怎麼樣就是要衝向你 所以兒子又跟爸爸說 我得罪了你 從今以後我不可以稱為你的兒子 爸爸說沒關係沒關係 你回來就好了 把所有的衣服都給他 鞋子也給他 鞋子戴上表示恢復他的身分 衣服穿上表示 他是一個就是重新得救的人 我的孩子回來了 鞋子穿上是幹嘛 他不再是奴隸了 是一個自由的 剛剛我說的那個 天目的心的那個作者 他說天目就像什麼 如果你的孩子這樣回來 你會怎樣 你會說 還給你耶 媽媽我回來囉 那本書的準則說 天目看到我們全身都是泥巴的時候 他會拿一個水沖泥 輕輕的沖 把那個身上的泥土都沖掉 因為他不要的是泥土 而不是泥 所以把你沖乾淨的時候 他會把你抱起來 記得回家領受更多爸爸的愛 我們來看一段影片幫我換電燈 然後這邊有一部影片 聲音要記得看一下會不會太大聲很好 好 這個是所有爸爸的愛 我們會看兩次 聲音可以再 好這個小孩子掉下來 差點撞到 好 蛋糕喔喔喔上面掉 排水來了 有火 有火喔 他爸只想知道他那種丟出去 都會被撞到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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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好 我們再看一次 你仔細看所有的爸爸做的事情喔齁 再重頭 你看第一個爸爸其實他是在睡覺的 他竟然知道他沒有在感覺 哦 真的是 真的是 这个包力太好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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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